王立琴和梅兹出现了 吴尚银没有出现 那么在第二小组呢 是波尔和桑 老的对手 在多次世界大赛啊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国际比赛中呢 是交手比较多的 通过伤病的治疗 恢复 那么在世界比赛 48届视频赛上呢 应该说 由八届世界平方街紧帮赛的男子双打亚军 那从中国的王立琴 加上东道主一名选手 另外呢 再加上这个 这个世界比来是16个人 16个人由于施拉格呢 他这个伤病退出 所以呢 由这个中国台北的选手多对厮杀 最后产生冠军 首先波尔罢球 一个很好的机会球没有打到 很少有直接第一板就出台 给对方拉球 很少有这种机会 拉这个球 王立琴轻轻的或者是中等力量 把这球拉起来以后呢 波尔利用这个球的加力 来压制王立琴 翻以后我不让你测 我仍然给你反手 就是能够慢慢的做到平稳而严谨 强不断这样 王立琴的有时候准备不够充分 实际这个防中 御攻的这种含义很深 所以你的连续进攻就非常困难 比赛 一边 位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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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两局 这样双方的打成了2比2 我们请前华队教练肖新国给大家分析一下 看了王丽庭这两局比赛和前面的比赛也是一样的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质量 客服不断的积累经验 形式就稍微要好了一些 弱点非常 这场比赛以外呢 另外的三场对决是这样的 就萨姆索诺对梅兹 好球 两点 好球 基本都是回到他的反手 那么忽然他从正手回到网 开局 开局打得好是非常重要 点击球就比较困难 好的 好的 他得不认为这球还不是很重要 要要要要 接花球要敢用 好球 好守着一点 很大 比分的现在是9比4 波尔顶先5分 所以这对王丽庭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好的 好球 好球 这球王丽庆切得非常好 波尔顶是拉到了9比6 漂亮 1比9 结果呢 最终是11比7 取得了第七局决胜局的胜利 以4比3 战胜了中国选手王丽庆 好球 打出 金融